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东方在线课堂 我是各位的考研阅读主讲老师,唐池 那么在前一讲,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如何去找我们的句子主干的问题 其实啊,抓一个长难句的主干的过程 是不是就等同于把一个长句子变短的过程啊 而我们想,世间的一千万五都是从无到有,有小变大的 所以我们不妨换过一个思维 你要将一个长句子缩短 其实首当其冲,你应该明白这个短句子是如何变长的 一个简单句是如何变成一种复杂句子的 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例如我们说,诸位 is reading a book 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诸位并的结构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短句子进行变长的一个过程 写作老师会告诉我们,把一个短句子变长其实就是分别对他的主位兵进行修辞 所以接下来我们分别来修试一下诸语,诸位,谓语,读,以及我们的编语一本书 什么呢,诸位啊?来,加一个修词 我们说,哇,好帅的诸位 不要骗自己,好吗? 好,我们换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达 叫做诸位,用一个定语重句 who is a sordid man sordid的一个形容词表示叫wisord 继续来看一个定语重句 that teachers English 是一个教英文的老师 in new oriental school 好了,新东方如果不会写,很简单 换一个拼音就可以了 叫新东方,没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的标志,也就是这个词 但每次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我总觉得特别的小气 为啥一看 不叫新东方,叫小地方,对吧 好,在小地方教书的名办教师 一个猥琐的诸位 好,主意修饰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来修饰一下我们的位语动词 修饰位语动词呢,它叫做状语 表示了这个动作发生的那个程度和状态 而我们英文当中啊 也不要管什么叫状语了 我一谈到要修饰位语的时候 你马上想到用什么来开头 是不是用一个with来开头,对吧 好,叫伴随状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在读书呢 with his saliva join from his mouth silver的意思叫做名词 口水 join呢,一个动作 向下滴 啊,他一边读书啊 一边在流口水 is reading a book 好了 他在读什么书 一边读 一边流口水 最后来修饰一下我们的这本书 并就可以了 name 精品煤 一边读精品煤 一边流口水 这就是诸位老师读书的一个基本的状态 好了,不要想多了 诸位老师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 好了,在这个剧当中 我最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一串内容 这个内容在我们的语法当中呢 我们称之为叫独立 诸葛结构 天哪,这是多么陌生而又熟悉的一个名称啊 一听上去就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知识点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来谈一个貌似学过 但其实是完全没有印象 我们感觉非常复杂的一种语言现象呢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 叫做 等东山而小鲁 等泰山而小天下 所以我们说一上来就给大家说清楚我们语言当中的一个制高点 那么在今后学习其他我们的语言语法知识的时候 你只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藐视俯瞰 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要给大家建立起一个12分的学习语言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说独立主格结构尽管难 但是我们今天相信这堂课结束的时候 我们只用三个句子就让你能够搞定 而且汤老师保证 今天这三个句子变成独立主格都是你自己写出来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来构成一个我们的独立主格结构 先给大家一个场景 注意我下面谈到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唐老师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自律的习惯 就是只有当我完成作业以后 我才开始看电视 好,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 叫当我完成作业以后 我开始看电视 用初中的句型就可以了 好,来,三二一 好,自己写啊 好,很简单 watch TV 很清楚,对吧 好,哪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初中的一个叫状语从句 唐老师要依然给你分析一下它的句型结构 因为从这个开始我要给大家来追根求底 搞清楚语言它是如何进行变化的 首先在这个句子的开头有一个连词 好 那么连词还是起什么作用的还记得吗 在上一节课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 连词起到连接句子的作用了 所以它后面 I finish my homework 是其中的一个句子 叫句子一 然后逗号 再接了一个句子二 每个句子都有自己的谓语动词 好,这是它的基本结构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语言就开始进化了 语言进化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进行省略 简化 这是所有人类社会进行发展进化的根本东西 为啥?偷懒啊 你为什么会发明我们很多的交通工具 因为你懒得走路 你为什么会来上我们的视频课 因为你坐在家里面 不再有那么辛苦的去奔习一道学校 在一个拥挤的教室当中 所以我们说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源自于偷懒 偷懒是一个本性 它没有任何的错误可言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告诉各位的是 句子进化它的原动力也来自于偷懒 我能用一个字说清楚的 我也一定不用两个字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 在两千年前的人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假设这个场景 我们现在穿越时光回到两千年以前 我们就一起来分析 我说商量一下 这样的一个句子我们能不能继续省略呢 好 我们说这样吧 我们看能不能把连词省掉呀 因为连词貌似在这个句当中 所表达的意思最过抽象 对吧 所以我省连词 于是就变成了叫句子一 逗号 句子二 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想 老师在前一节课我们不是谈到了吗 句子逗号句子是不成立的呀 所以我们就继续想一个办法吧 我们说句子逗号句子是不成立的这个命题 我们把它进行取反 是不是就成立了呢 好 这样说的比较抽象 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说男人和男人是不能结婚的 所以他的否定命题就成立了 他的否定命题就应该是 有人说是 那么男人和女人就可以结婚 这样你是把集合就不完整了呀 因为这个事件上是不是有三种人 男人 女人 还有诸位老师 对吧 所以我们说他的否定命题 男人他的对立面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叫做非男人 这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集合 所以我们说男人和男人不能结婚 因此谁和谁可以结婚呢 男人和非男人他就可以结婚了 那么我们说句子 逗号句子是不成立的 所以什么和什么成立了 对 是不是句子和非句子 或者叫非句子和句子就成立了呀 好 注意我刚才谈到的所有的内容 它和你的英语好不好 完全没有关系 它只取决于你的智商 所以你一定听得明白啊 所以在这个方法来看 叫非句子逗号句子 它不就成立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决定一个内容 它是否是一个句子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由主为兵 但是我进一步精确来讲 在主为兵当中哪个是最重要的 是为语动词 因为对的 因为有的句子是可以没有主语 也可以没有兵语的 举个例子 Come in please Stop 你会发现所有的其实句 既无主语也无兵语了 因为它只要有一个动词原型 就可以构成起始句 所以我们说句子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位于动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要把一个句子变成非句子 是不是就是要把 好了 有同学说了 那太好了 就是把这个句子的位于动词 省略不就完了吗 好 省略它确实是 不再是一个句子了 但是你省略完这个动词以后 这个句子到底要说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表达不清楚了 因此我们还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在句子的意思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让它变成一个非句子 所以我们说 要把一个句子变成非句子 其实就是要把它的位于动词 不是直接拿掉 把它变成不是位于动词 也就是非位于动词 好了 我在这一刻的讲解 你是不是突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语法当中 有一个概念叫做 非位于动词啊 为什么叫它非位于动词 你注意这个术语 不是老外给它的称呼 而是中国人给它的一个定义 所以大家能够体会到 语法当中的术语 其实是对这个语言现象 最为精炼的一个总结 所以什么叫非位于动词 就是让它变成不是位于 同时又表达了这个动作 好了 我们说任何一个句子的 位于形式是这样的 那它的非位于形式呢 我们常见的其实是三种 第一种呢 叫做过去分词 第二个呢 叫做现在分词 第三个呢 叫做将来分词 老师 我好像没有学过将来分词 我们只知道它叫不定词 没错 我们说将来发生的事情 往往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不确定的 所以它又称为不定词 好 所以因此我们要把一个位于 变成非位于 我们是不是有三种选择呀 那么三种选择上到底用哪一种 请各位注意 尽管我们的称谓上讲 好像跟时间有关 其实呢 它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的是我们的语态 也就是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我们一般说 如果这个动作和主语之间是一种被动关系 我们往往选择的是过去分词 如果是一个主动的关系呢 往往选择的是一个现在分词 那么不定是往往表示的是一种目的 好 因此我们重点来看 在这个地方 理论的部分讲完了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一个变化吧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 把我们的连词拿掉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I finish my homework I start to watch TV 今天我们说这是句子都好 句子是不成立的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要把这个句子的谓语变成非谓语形式啊 好了 我们找到它的谓语动词是finish 好了 让我们看一下 老师 这个finish我们接下来有三种可能 但是我们说它到底是取决于哪一种形式 取决于什么来着 是不是取决于它和我们的主语之间的一个主被动关系 因为当年有很多人想到 老师 这个完成 作业是被完成 是不是应该用finish的啊 好 我们说过 它的主被动不是看它后面的内容 而是要看这个动词前面的这个主语 它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完成作业 这个动作是我发出的是主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变成 现在分词的形式 叫finish I finish my homework I start to watch TV 好了 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啊 我们愿意偷懒啊 我们又发现 我们这两个结构当中的主语是不是都相同啊 既然相同 我们就省略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好 还有一个内容 那既然是要省略其中的一个 我到底是省前面这个还是省略 后面这个呢 我们一般来说 省前面的 为什么省前面的 因为原因也很简单 后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句子的主干 它本身是很完整的 而前面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变得不够完整了 已经有所残缺了 既然它已经有所残缺了 那不妨让它残上加残背 所以我们省略到前面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叫finishing my homework I start to watch TV 嗯 好了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 叫分词结构 做状语 叫finishing my homework I start to watch TV 好 当我们以后在考验当中 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结构的时候呢 你的脑海当中一定要反映的是 我们刚才在初中就会写的那个 状语从句 叫when I finish my homework I start to watch TV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 老外他把它进行省略 是为了方便他们自己 而我们呢 因为不太了解这本语言 对这本语言的本身的现象不够熟悉 所以反而出现省略 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障害 但是我们说熟能生巧 我们叫见怪不怪 你看得多了 了解了背后的来龙去脉 你就可以明白它的一个构成 你再读就会熟练 就会熟悉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分词结构 但是我们说 我们刚才讲的叫独立组格结构 其实唐老师想告诉你 如果你已经能找到这一步了 恭喜你 它其实比独立组格结构呢 还要更加复杂一些 换句话说 独立组格还要更简单 我们同样换一个背景 刚才说是我一个人独处 现在换成另外一种情况 我和诸位老师同居 在我跟他同居的日子里边 我对他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 我说 诸位 只有当我完成作业以后 你才可以看电视 你不要影响我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怎么说呢 叫当唐老师完成作业以后 诸位才开始看电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 同样写成 我们刚才的初衷的表达 叫 when 唐老师 我们用一个一般时态 finishes his homework 诸位老师 stars too watch tv 好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句子 那么我说这是一个初衷的句型 接下来我们仍然按照我们偷懒的一个原则 来进行一个调整 如何把这个句子 变成我们更加简化的方式呢 好 第一步一模一样 首先 要拿掉最为抽象的一个连词 拿掉连词以后 就变成了句子 逗号句子的结构 好 那我们说句子 多少句子是不成立的 所以要把其中的一个句子呢 就变成 不是句子 非句子 而我们又说 把一个句子变成不是句子的核心 就是把这个句子的位语 变成不是位语 就是非位语 所以同样的 我们找到了 这句话的一个位语动词 finishes 那么同样你有三种选择 而我们根据主被动关系 和上面一模一样 它仍然是一个 主动的语态 所以我们把finishes 变成了 ing形式 finishing in 好 到此为止 我们就变化完毕了 而这个句子和前面的句子 最大的区别在哪 是不是我们发现 前后的主语 它就不一致了 那么不一致怎么办呢 刚才一致的时候 就省略了其中的一个 而不一致 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到此 变化就已经结束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称前面这个内容 就叫做 独立 主格 好了 何为独立主格 顾名思利 它有一个 不同于我们整个句子 主语的另外的一个 只属于它自己独立的一个 主语 这样的一个结构 叫独立主格结构 独立主格 独立主格不就是独立主语吗 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我相信到此为止 大家应该对独立主格结构 非常的清楚了 好 于是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一开篇的时候 给大家谈到的 诸位老师一边读书 一边流口水的这个句子 我说这个句子 也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不妨我们将 这两个句子 进行一个对比吧 其实我教大家的是一种 学习语法的一个方法 我们说学习语法 永远是从学习句子开始的 什么叫做语法 不同句子当中 所共同拥有的规律 就称之为语法了 所以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的刚才那句话说的是 我们分别来对比一下 我们的前后这样的两个句子 首先我们来看 诸位 is reading a book 是我们这句话的一个主干 主位兵 它就对应的是 诸位 starts to watch TV 一一对应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对应它的非语语动词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比较 老师这句话一上来就有一个with 而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好我说没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在独立主格结构当中 这个with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所以我们不妨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叫 with唐老师 finishing his homework 不就可以了吗 好我们再来找对应关系 我们看 在我们的这句话中 它的口水对应我们这句话的 唐老师 它的口水对应唐老师 感觉有点奇怪 好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玩来看 然后呢 dwelling 一个现代分词 对应的是我们这句话当中的 finishing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然后我们再看 剧内的一个对应关系 在剧内当中 我们这句话的唐老师 和句子真正的主语 诸位 它不一致 而我们接下来这句话里面呢 它的口水 和我们这句话真正的主语 诸位老师 同样是两件事情 也是一个独立的主语 因此我们发现 比较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独立 阻隔结构 因此我们不妨啊 给大家抽象出一个公式出来 什么叫做独立阻隔结构呢 首先 它可以在我们的句子最开头 有一个with 而且这个with 可以有 也可以 没有 接下来 后面往往要跟一个 名词 当然这个名词有一个条件 它做的是一个逻辑的主语 换句话说 它一定和我们 后面这个句子 真正的主语 不于置 所以这个名词 往往是和 主干的 主语 不同 然后在我们的主语后面 应该再出现一个 我们往往出现的叫做 刚才看到了 是一个 我们的动词的ing形式 我们称之为叫做 现在分词 当然除了现在分词以外 也可能是过去分词 还可能是将来分词 所以我们总结 就把它称之为叫分词 然后再加 其他 内容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独立阻隔结构的一个 基本的表现形式 看得非常清楚 好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例子 有了两个例子 我们说要举一 还要能够反三 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最后一个小的案例 这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预见的一种独立阻隔结构的情况 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叫ATMG 这点我想插一句 好的图学学经常抱怨自己英文不好 是因为自己没有生活在一个英语语言的环境里面 我说过你不要骗自己 其实我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英语学习的环境 只不过是你对这个环境本身不够敏感 我们生活当随处都有英语学习的语境 例如在取钱的时候 当你拿到卡的时候呢 插卡进去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英文版本呀 听疯了 老师用英文版我可能取不出来 没关系 你第一次取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别人的卡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TMG 在ATMG里面插卡进去以后 它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交易正在进行中 请稍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它怎么说呢 叫做 Transaction Is in process 逗号 Please wait 好 我的问题来了 请问各位同学 这句话 错在哪里 Transaction 叫交易 好了 错在哪里呢 好了 因为我们在进行中是一个逗号 注意 Please wait 是一个起始句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逗号前后连接了两个句子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这个起始句 它本身就是一个单独的句子了 我们说句子和逗号句子是不成立的 所以怎么改 思考一下 好了 老师说我们直接架一个连词吧 问或者是end可不可以呢 我说不要太低端好吗 否则我们刚才讲到所有内容都白学了 我们今天建议各位用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就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吧 怎么改 把一个句子 其中的一个句子变成非句子 我相信一定有同学认为 老师 挺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把please后面这个动词变成一个非位语动词 不就可以了吗 叫waiting 我说前面谈到的叫句子 逗号句子 到底是改前面的一个句子 还是改后面的一个句子呢 都可以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具体的例子而言 它却只有划山一条路 因为我们说 在please这个起始句的后面 只能跟动词原形 所以你没有办法对wait这个非位语动词进行变化 所以你只能改前面的这个句子 好了 那前面这个句子怎么改呢 好了 我们同样找这句话的位语动词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句子的位语动词是谁 是is 对的 我之所以要举这个案例是因为 我们发现实意动词 就是具体的那个动作的动词 你往往比较熟 但是在地上出现是一个b动词 但是b动词又怎么样呢 b动词不同样拥有自己的非位语动词形式吗 分别是ing形式 过去分词 以及不定词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选择根据主被动关系 应该是选择的我们的主动语态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了transaction being in process please wait 而我们又说起始句的主语是谁 是你暗含了一个主语 而前面的这个句子的部分呢 它的逻辑主语是谁 transaction 交易 是不是前后主语就不一致了 所以因此我们称前面这个结构同样为独立主格结构 当然我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with 所以来各位同学对照一下你的笔记 你看它的结构是不是仍然符合我们独立主格结构 有一个可以省略的with 然后后面出现了一个名词 而且这个名词一定和我们后面这个主干当中的主语是不一致的 同时后面再出现的是一个分词结构啊 好了到此为止 我们语言当中的最为复杂的一种现象就被我们攻克了 所以接下来将一马平川